你看非你莫属吗 以前看过一点 看过一点 那么如果你做非你莫属的运营的负责人的话 你对非你莫属的运营号是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 第一是真实 第二是另辟蹊径 第三是没有那么多的设置门槛 全民覆盖 这个都太概念了 我觉得你应该句话来讲 到底是哪些关键的地方可以去塑造的 我先问他一个问题 你看过多少非你莫属 就看过多少期 完整的应该一起都没有 对 这个我觉得就这个问题的话 那确实对他来说回答起来 是吧 段叔就是有难度了 这直接落在你那个 不是产品上讲一个小故事吧 这个是你能够编剧肚子里有的事吧 体现编导能力 图文能力 故事能力 对吧 是没有产品限制是吧 你可以 你选什么产品都管 但是跟商业一定有关系吧 就在几天以前吧 我给一个演员叫贾云哲 给他拍过一起抖音视频 他那个抖音视频 由于他不能离开家 所以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 所谓的假专家的身份 假那方面是性子 性格就叫性假 第二方面他是个假的专家 然后那个故事场景就是 有粉丝想去找他 买一本教人如何致富的书 他并没有回答这本书 能致富或不能致富 只是说这本书 我也有写过一本类似的 你可以扫码买我的 然后别人问他 那你为什么 可以用这本书 告诉我能赚钱呢 他那你以为我的钱 是怎么赚来的 那个笑点在哪呢 没有笑点 他是暗讽这个 就是现在这些 卖所谓成功学 毒气堂的人 我给你示范一下 大维老师卖虾的 喜白时也很喜欢吃虾 他就是没钱 于是他蹲下来 跟大维老师说 您看我这画不错吧 我画的虾好不好 我想用我的虾 给你换你框这框虾 行不行 结果人卖虾的小贩 白了他一眼 走走走走 你还想用你画的假虾 换我的真虾 你还真不能埋怨 这小贩 你只能是明白说 当用户不知道 你产品的价值的时候 你的任何要求 都是过分的 那个虾在这个人 它是个完整的故事感 能理解吗 就是我最后没有点 你抛出包袱是什么 我觉得张阳 确实他是一个思考型选手 他不是一个现场应变型选手 就是他一到现场应变 他想的是我都能答出来 但是答的是不是 符合大家的主流价值观 还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下意识地先回答 对他下意识地回答 是不是他问的 那是退而求其次 或者说是不是大家想听的 就退而求其次 我是研究这个情商 包括你的个性 确实很关键 刚才在所有的专家评论当中 你都是往后退 但是你没有往前什么 往前顶 25到30K 为什么变成了15K 你到底坚定了什么 我如果现在给你个机会 就让你拿30K 你怎么拿 你要给我找出理由了 就是一定要改变 自己的往后退的个性 你25万到300万 然后突然调成15000 你没有任何思考的说 OK 没有问题 这些其实可能带给我们的是恐慌 但是带给你自己的 我觉得真的 你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你的价值是什么 其实这个选手 我觉得大家说的没有问题 他不会的 我觉得最要命的是 你可以不回答 你不一定每个问题都要回答 尤其是在说非你莫属的时候 你都没看过 你为什么一定要回答呢 你说还得我主动 我救你一下 我问你 你看没看过 你看过几期 我要不问你 你要不说 可能也就一期 你还硬着头皮打 张扬 这不咱这不越打越是暴露 其实大家诟病的 都是那些 你不太熟悉 但是马上就反映出来的一些答案 那些个你自己做过的事情 大家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质疑的 刚才企业家们 对你提出的一些质疑和不同意见 你还在这里需要再回应一下吗 我觉得质疑这个东西 每个人可能想听的答案都不一样 如果现在给所有人 12个人一共同答案 我觉得都给不到 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做之前账号的时候 我跟老板经常会吵一个架 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爱看 我说但是这个东西您可以不爱看 这是我调研了超过500到1000名的闺蜜会员之后 他这个年龄段 而他们想看的东西 所以我会保留你的意见 做出改变 但我不会按照你的方式去做 好 这是选手的态度 好吧 各位留灯的企业家 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来吧 非常抱歉 张杨 第二环节的最后 九盏灯全都灭掉了 不过我觉得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不能说一无所获 收获还是挺多的 我有几个朋友也愿意玩户外运动 他们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个心得 就是在户外往前走的时候 看远处很重要 但时不时停下来 回望来时路更重要 好吧 也包括今天来非你莫属的这段经历 再次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谢谢 再见 谢谢大家 那个我们六人游有运营总监 而且做得很好 你去了之后我不知道该把你放在哪 但是我个人很欣赏你 我希望在台下我们有个人和你之间的合作 可以吗 可以的 谢谢老师 张杨也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 我这可能有合适的岗位给你 但是刚才的呢 在第二环节没有看到你很多接地器的 具体实操的 比如做PPT啊 策划等等一些很细节的这样的问题 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 我们再面对面地聊一下好吧 好的 可能到时候会展示更多东西给你二位 好 谢谢 谢谢